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经历办理现行的刑事案件 而且它也符合我国刑法目的中预防犯罪的要求 犯罪人在犯罪后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再犯罪 说明其再犯罪的危险性已经消除 就达到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的目的 根据刑法第87条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溯 一 法定最高行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 经过五年 请注意这里的不满五年不包括五年 第二 法定最高行为五年以上 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第三 法定最高行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经过十五年 第四 法定最高行为无期徒刑死刑的 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溯的 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实际上该规定以法定最高行为标准 将追溯时效分为了四档 那么 法定最高行又是如何确认的呢 法定最高行是指与具体犯罪行为 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行幅度中的最高行 我们以两个例子来练习一下 在例一中 我们假设假的罪行对应的法定行为三到七年 那么 最高的法定行呢 即为七年 对应第二档追溯时效为十年 我们再看例二 我们再假设以的罪行对应的法定行为七年以上 那么 对以的追溯时效为几年呢 这里的七年以上 根据有期徒刑的期限 应该为七年以上 十五年以下 即最高法定行为十五年 那么其追溯时效就应该对应第三档为十五年 追溯时效的计算 其实主要是起点和终点的计算 所谓起点呢 也就是说是指追溯时效开始计算的时间 法律规定从犯罪之日起计算 但理论上对犯罪之日有不同的解读 根据教材 犯罪之日应指犯罪行为成立之日 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之日 那么我们看终点 终点呢 不在追溯的期限呢 是指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何时止的问题 这里的终点呢 是审判之日 还是开始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开始之日呢 有争议 但是审判之日为终点 有放纵犯罪人的嫌疑 同学们觉得是不是 所以呢 还是从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开始 更加合适 刑法规定 犯罪行为由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这里呢 包括连续犯和继续犯两种情况 连续犯呢 是指在同一犯罪目的支配下 连续实施多个犯罪的情况 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呢 是指最后一个独立的 犯罪行为结束之日 那么继续犯呢 继续犯是指犯罪行为 在时间上有持续现象的犯罪 其持续状态结束之日 就是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比如假犯非法拘禁罪 从2010年到2015年 那么其追溯的起点 应该是2010年呢 还是2015年呢 根据以上的规定 我们知道 应该从行为结束之日 即2015年开始计算 接下来我们讲 追溯时效的中断 追溯时效的中断呢 是指在追溯时效进行期间 应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 而使以前所经过的 时效期间归于无效 法律规定的事由终了之时 时效从新开始计算 其实简而言之呢 就是发生了法定事由 时效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 那么这里所谓的法定事由呢 主要是指犯罪人 在前罪的追溯时效类 再犯罪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追溯时效就从后罪 成立之日起重新计算 前面经过的时间不算 比如假放A罪 追溯时效为5年 它在3年后再犯B罪 那么A罪的追溯时效 应该在B罪成立之日起 重新计算 再过5年 才能算A罪的追溯时效期满 追溯时效的延长呢 是指在追溯时效进行期间 因为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 使追溯时效暂时停止执行 实际上这样的案件呢 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 即使过了追溯期限 也能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了两种 追溯时效延长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刑法第88条第款规定的 在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审判的 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 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呢 是指逃跑或者常立 使侦查或审判 无法进行的行为 也就是指案件立案或受理之后 逃避侦查或审判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该条的第二款规定的 被害人在追溯期限内提出控告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应当立案而不与立案的 不受追溯期限的限制 也就是说 被害人在追溯期限内提出控告 该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刑法部分呢 也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